Hello大家好,这里是萌先生火龙果,我是国妈 看双11的囤货已经到了一波了 今天我们就来拆箱,让你们看看养宠人的双11 先来看第一个,这是个车仔狗包 之前火龙果坐车要么是我抱着 要么是在中间的扶手箱,或者是挤到小朋友身边 但总归长途的话有点不安全 所以就买了这个车仔狗箱 它这个四面都透气就比较舒服 一般是火龙果和果汁坐完全没问题 它的仨的话也能挤到一块 它带的有这种扣就能固定在车上比较安全 之后我们开车西安郑州两头跑就更放心了 这是我买的一个狗包 果皮要进去试试 刚那个是开车的时候用 这也是骑电动车或者带它去逛街的时候用 是一个狗狗玩具 它们最喜欢这种玩具了 这块还能磨牙和拔河 满满一箱衣服 哇 整整十八件 每个狗子六套 狗狗真的是太幸福了 谁要来试试新衣服呀 看火龙果这样就知道这一箱是啥了 狗粮 狗狗罐头 狗狗零食 这个是三文鱼油 还有它们最爱的牛肉粒 要不要吃呀 看这是个狗狗零食发射枪 它可以发射狗狗冻干 然后吸引它们的注意力 火龙果可喜欢玩了 这是个外出简史神器 里面放这种小袋子 它还是个手电筒 晚上遛狗也方便 整点狗碗 外出吃东西喝水 有这个就方便了 狗狗吸虫药 养宠家庭必备 每月一次 狗狗干洗粉 不方便洗澡的时候 就用这个蹭蹭 狗狗吹风机 它这块就能边吹风边熟毛 它们的造型就靠它了 这块地还没收完 都已经这么多了 养宠人的双十一 真的是不容易呀 看看你们多幸福的 要乖乖的呀 大家双十一都买了什么 好玩又好用的东西呢 欢迎留言分享给我呀 小爱的小伙伴 一定都会关注我 喜欢别忘了点赞 评论转发哦 么么哒